打开小程序的主配置文件 我们可以调整一下Pages里面的页面的顺序 把这个StoriesIndex这个页面放在第一的位置上 暂时我们先让它作为小程序的首页 再去准备一下故事里面页面需要的数据 打开它的这个逻辑文件 PagesStories下面的Index叫GS 在它的配置方法的对象参数里面 我们可以先添加一个Data 它里面我们可以先添加一个Entities这个属性 它的值可以先让它等于Now 然后再添加一个Unload的这个方法 里面用一下ListSetData 设置的就是Entities 对应的值是AppGlobalData下面的Stories 然后在上面我们可以得到小程序的实例 ConstApp等于GetsApp 打开Assets下面的DB.json 故事列表数据会在Stories这个属性里面 每一个项目都有一个ID Header是大标题 Original header是一个英文标题 Description是描述 Original description是英文版的描述内容 Video是一个视频的地址 Image是一个图片地址 DurationRow是视频的时长 下面的Duration是一个格式化之后的 可以直接显示在界面上的时长 再去准备一下故事列表的视图 打开页面的视图文件 PagesStories下面的index.wxml 这里我们可以先用一下之前在首页上添加的这个卡片的样式 来显示这个故事列表 可以打开pages.index.wxml 找到这块用了卡片样式的视图 然后复制一下 再把它粘贴到Stories下面的这个index.wxml这个视图文件里面 然后再简单地修改一下 这个循环的数据是entities 按一下项目打开的页面的地址是pages.stories下面的show subheader我们可以先把它去掉 现在页面上就会出现一组故事内容 给大家看